白雲男子就像蜘蛛人 雙手一攀一個劍步 就直接翻牆爬上樓 等在一樓的媽媽好焦急 因為連二樓的門也鎖住了 驚悚爬牆就像是在拍電影 但其實是家長帶小孩 到台南旅遊入住民宿 卻把男童獨自留在家中 男子觀察地形 先是爬上二樓陽台 他開始飛沿走壁 扶著冷氣室外機 雙腳一蹬又再爬上三樓 白雲男子一路向上爬 最後成功進入屋內 連路過的民眾都驚呼 實在太厲害 不到一分鐘後 鐵門總算打開 小男童終於見到媽媽放聲大哭 事發就在四月九號 台南安平區一間民宿 當時熱心男子當起蜘蛛人 一路從門牆蹬上二樓連接處 在爬上冷氣室外機 經過了層層關卡 花不到兩分鐘爬了二十公尺 成功見到四樓 因為這樣太危險了 把小孩留在民宿前面 算好是阻擋人家來開門 或者是有一點激 民宿人家來開門 打給民宿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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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這回遇到熱心民眾幫忙 才沒有釀成意外發生 金新聞黃一軒李冠彥採訪報導